今天我给大家带一个好消息来了 加拿大即将开放国门 探亲旅游签证 就可以主要时候准备申请起来了 根据加拿大移民局官网 最近发布的消息 加拿大预计从2021年的8月9号开始 对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 居住在美国境内的美国公民 以及永久居民开放边境 允许他们进入加拿大旅行 并免除隔离两周的需求 预计在9月上旬 会对所有其他国家完成疫苗接种的 访问者开放 这里需要我给大家提醒的 是必须要接种加拿大所认可的疫苗 包括辉瑞强生阿兹利康 麦当娜 在加拿大对外实行旅游限制长达一年多之后 加拿大终于计划陆续开放旅游限制了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那么加拿大的旅行限制申请的处理速度 会不会加快呢 现在是不是可以着手准备旅行签证的申请了 那么我再申请做个预测 随着入境签证政策的逐步开放 加拿大对于旅行签证的申请处理速度 将极有可能大大加快 按照目前官网给出的访问签证处理的参考时间 目前咱们国人申请加拿大的旅行签证处理时间 长达400多天 这一情况将随着边境的开放明显改善 同时考虑到目前积累有大量的申请个案 申请的处理时间也很难在短期内 回到之前的两到三周出结果的水平 不过加拿大签证官处理签证申请时间 并不会严格按照递件建档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处理 即便是入境限制全面开放 一些已经等待了好几个月 也不一定会很快出结果 相反一些在后期递交旅行签证的申请 可能比之前递交更早出签 不管怎么说 官方已经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了 有打算去加拿大探亲旅游的朋友 可以着手准备签证的申请材料了 基本不会像在以前那样 等待那么长的申请时间 遥遥无期等不到自己的申请结果了